Hello,大家好,今天又和大家继续我的新闻浮沉五十年 眨眨眨眼,头发都光了 我每次去找这些材料,不是随便在药箱里托一些东西出来煲成凉茶 而是根据最新的动态,近期发生什么事 和我过去五十年里面所接触的事件,将它扔在一起是有动态的 不是死气沉沉的,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讲一个五十年的演变里面出现 尤其是近几年的,是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发觉香港讲经济復常? 哇,特区政府的官员很努力,又说叶宾分等等 又国庆前后有很多减价等等,不要紧要努力做 我说这些是正常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觉 大湾区珠江三角洲,以至深圳 其实都在做很多事情,他们的伏常 但他们同样是抢香港客户的,是吧? 你说正常的,各个地方都讲自己的政绩了 我今天就要从这个现象里面去讲一下 其实大陆大湾区,以至以前的九加二 其实历来都是用不同的方法想吃香港的 我不是哗众取宠的,因为从北京的角度 希望两地合作、融合、各自取长补夺 即使北京是这样想的,但是他的政策 带出来的效果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政策 就是北京开始,尤其是这几年来 怕香港政治出问题,要是他捏了 一捏就连经济的决策权也捏了 接着地方政府,阿爷都捏了香港 他们长期潜伏在心里面那种,我有机会 我当然要吐气阳眉,吃回你转头,是一个这样的心态 好了,大家理解到我跟着所说的那些东西 不是单单将过去的东西拿出来 而是如何辐射到今时今日 以及如何形成一个北京所说的互补和公平竞争 一定要公平,是吧?好了,先讲讲香港回归之前 1995年,当时已经有很多人 包括香港和内地合作的 做了有十大项目,即是回归之后 或者为回归准备做什么项目 然后回归之后,香港和大陆就商议齐飞了 1995年已经做出来,是分别交给港英政府和北京的 但是港英政府当然彭美拉商不管你了 维他人作戒以上不就是了 好了,但结果交给北京,又给了后任的第一届的特区政府 以至第二届,喂,当时的情况呢 国内形容就说香港是过于保守 调高来卖,还有一个,没有公开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是私利在背后 好了,这里的例子就是第一个阶段 两地不偶然,以至是越走越远大家有开始牙齿痕了 例子很多,我不详细讲了,我只是举一两个例子而已 譬如说,24消息通关,95年那时已经提出了 但是到2003年才开始啊,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利害背后有利益的 就是因为当时不少的地产商就觉得你24小时通关 喂,那香港人可以24小时 就变成了深圳的房地产,香港房地产当时 价钱飙升嘛,于是呢 包括大陆来香港发展的地产商都反对啊 这个地方包括商界是反对中央政策啊 那我不详细讲了,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时候就怕北区楼价跌啊等等,就反对咯 同样的理由,去到港珠澳大桥,现在通车呢 1983年开始提的了,是不是 到回归时候要加快加快,结果没有啊,为什么呢 除了说就是内地,或者就是种种因素 香港,香港那时候你说调高来也是的 因为大家那时候后来回归了以后 就讲,单歪双歪嘛,大家记不记得 单歪双歪,就是指究竟来到香港这边 是不是新不新一条桥去深圳呢 如果是双歪的了,那歪字形 那深圳就不成功了,结果当时我们说不要啊 保护香港利益啊,是不是 所以大家再看得细致一点一点,也都保护了商界利益 因为某些商界,为什么呢 如果那条港珠澳大桥一早办了来香港的话呢 那变成就不用兜这个珠江三个州 东莞那样由深圳下来啦,是不是 那是好事来的,但是当时呢 不同的港商是发展着深圳的东部和西部的嘛 大家记不记得,盐田港呢 盐田港,它的价钱是比香港货柜码头一倍的 所以香港的货柜就去那里了 而东部蛇口那里呢,深圳东部,西部 西部蛇口那里呢,又是另外一个发展商发展嘛 不过那里是小一点,那如果有一条桥办下来的时候 又不是已经占领市场的商界发展的 又被第二个介入的,因为当时已经有其他财团了 又被你发展的时候,就影响了深圳原有的出口渠道 现在大家可以想一下,很多事情是政治与利益去扣紧的 再加上西部通道,即是现在深圳湾大桥 很五年之前,计划已经做好了,到最后呢 不好啊,你那时候搞呢,就会,当时那个计划还说 你起了这条深圳湾大桥,再起了一条铁路由深圳湾 把香港这边,屯门那边,直接去到这个葵冲货柜码头 是可以将珠三角的货运全部带来香港,增加香港出口的 既然当时不是反对?哪里反对?既有地方,既有商界 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变成了深圳其他 以至沿岸再上上去,上海,下面来连运港,宁波 那些都有港商发展的嘛,是吧? 那到最后,西部通道就是深圳湾大桥,什么时候通车的? 2007年,回归之后10年,胡锦涛来香港,就由那里走的 大家记不记得?所以这些情况呢,我不详细说了,这些血泪史多 那到最后呢,就是你说香港那时候错失良机也好 内部很多经济,包括大陆已经有很多人来到香港 那些经济上面的瓜葛了,那这个就有待历史去说了 第二个阶段是怎样?第二个阶段就是到大陆笑尾巴了 那他们觉得我忍气吞声,忍你香港,我提了这么多建议都不行的 什么什么中约港,变成大赢港,是吧? 那拉直深圳河,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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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于是到后来,朱三角经济起飞的时候呢,大陆那方面就觉得跳起手来了 其中一个例子,我刚才所讲的西部通道就是深圳湾大桥 通了车啦,但是如果大家去那时候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可以在桥上打关斗的哦 有些人讲笑的,在雪桥到巴贝桥,如果批准的话 没事的,因为这桥是大白杖来的 那你说喂,香港可以很多直通巴士,但是你一过到那边 除了实施了一地两检快了之后,你就会发觉那边没有交通配套的哦 深圳说我和我配套,不过不知两点三条巴士线 的士根本不去,因为你从那里又回到深圳市区很远的嘛 你除非在那里又发展了一些卫星城市 所以深圳都招了手啊,它说我会帮你努力,我会帮你努力 但是没有哦,因为深圳热的嘛,深圳自己在东部华侨城 发展了华侨城出来,因为当时深圳要求香港说 你西部西共都可以开发了,香港说这个世界罕有的海上文化遗产来的哦 所以香港不开发,这个是价值观的差距 那香港又说环保,你大陆不说而已 所以就积累了很多人,到后来深圳跳尾巴就出现了 好了,这种心态越来越扩大,到最后呢 9加2,张德纲做广东省,他搞9加2的嘛 将南方9省加广澳嘛,结果就煲大了之后没有下文 接着变成小9加2,即是珠三角了,即是等于现在的大湾区了 那个部署完全是想着,喂,香港有什么好处的 能够吃到的就吃,这个心态已经出现了 好了,接着还有什么心态出现呢? 大陆都说香港没什么学了,要学就学了 接着我要依靠香港,我现在出口就不用靠你了 我有盐田,有沿海,这么多港口,我为什么要靠你呢? 接着还说香港你跟我竞争啊? 好,你叻的就放下过来,这都是当时的官场心态 你看回归之后第三届特区政府的官员开始感觉到 对不对? 接着还说,香港如果你能够配合我,我就瘦了你玩 嘩,那个鼻子向着天啊 你说他们以前受香港气,香港那时候就是当时得令,但不懂得利用 这个其实说明了一件事,即使现在香港和九家鱼有中央的规划来的 港珠澳大湾区,不是粤港澳大湾区,你有这样的调节,但地方政府不理你 好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陆已经流行了,各地只是讲自己政绩 我在我任内的三至五年里面,我做到什么,我就不理其他地方了 还理你所谓一国两制的香港 所以各个地方都抢的,能够抢就抢,举个例子 有些是好的,比如深圳,深圳建议香港在河兔地方共同搞高科技 香港那时候不理他,深圳就自己搞了,华为来到深圳了 整个地方的站都叫华为的,跟着深圳搞了高科技 高科园区,于是自己是将高科技的产值提升到深圳GDP的三到四成 这些是别人竞争的嘛,我又不一概否定 但是他那种心态呢,慢慢就要吃香港了,不讲大家不知道 当时是讲过出来,但是后来又没得拍的就是什么 深圳静静去搞总部经济,所谓总部经济 他就是要将世界五百强,本来在香港很多都有香港总部 东南亚总部,在香港,深圳说我现在好高科技 我抢,静静都搞总部经济,但是他脱离了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中国的大环境,不是叫你深圳去搞这个总部经济嘛 你敢叫香港长哥,搞阿爷当摊吗 另外一个就是,深圳就以为自己都有股票市场 但是中国的股票市场不是真的国际化那种 而这个北京的部署仍然在香港,上海有股票市场 但是你看近这几天,深圳的股票指数还跌了,又破纪录 跌破一万不知多少,总之是不断下降 所以深圳当时这个如意算盘打不響了,后来另外一招是吃香港 他说我开始有劲力了,中央给政策,前海嘛 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前海习近平一上台之后 第一个离开北京就是深圳,沿着邓小平当时的路线 他去了前海,就说将前海发展为大陆的金融区 于是当时煲水了,就说经济法规都可以效法香港 于是深圳就深红了,于是又将很多个 当时香港二十几个金融机构银行都签了,都签了意向书 还说用香港经济法律,结果后来怎么可以用香港法律 那些大陆法律呢?于是就没有了影 所以在在都是想着吃香港 我说如果是良性竞争就没有问题 但是最糟的就是现在北京对香港的治港政策 政治当然没有信心,又怕你所谓外部势力外国势力 接着经济又说外国现在卡香港了 所以有很多香港原有承担的经济任务 现在它自己转移回国内的,是吧? 所以深圳、珠三角等等,它开始就吃香港了 譬如说香港的银行的数据输入工作,这些是正常的 但是香港人工贵的,所以一早就转到佛山了,是吧? 现在有些科研的,香港是做前线一个研究基地 但是生产基地一定是国内的,所以到处是想着吃香港 如果你再看回北京对港治港政策,2004年一次收缩 2008年一次收缩就是说三权,司法、行政和立法 三权是互相配合的,2008,2014雨傘运动 那时候卡了普选可能,接着2019反修例事件到2021到2023 大家会看到其实如果没有了这些政策 地方吃香港的心都不会那么红的 所以未来很必须的就是北京要调整对香港的政策 你对香港的政治,你放松 你现在民主党又说,好,区议会我又试着跟你玩一下 但是你那个制度仍然是绑实公平的选举 你这三大套的提名 现在,以后我再详细说,你这些来说 就已经是跟过去的这个政策违背了 所以这五十年里面我看回不同的时间回忆 再看回眼前,我就很希望北京吃香港 或者地方政府吃香港那些 要尽量真的从一个公平竞争 不要从政策倾斜的角度 那你香港或者两制才会有较大的生存空间 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回顾这五十年这一点 在靠近现代,暂时到此为止 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回忆,好吗? 好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